電影狂野主持 陳文史芬 《求條殺機》 由這個職階蘭河主演劍任監製 職仔今次飾演一位代曜青年Louis 經常是晚間出外遊蕩 被他在偶然的機會下 發現一個freelance 做記者的機會 只是用低成本營運方式僱用一位助手 專責就是秘密攝影 危險駕駛 踐踏私隱 總之為了追訪一個獨家馬尿 Louis無所不用其極 飾演電視新聞主管Lina的雲尼羅素 在他慫恿的配合下 Louis的事業更加一帆風順 故事當然是純屬虛構 但是在美國很多時 有很多神組的新聞 都有很多自顧的記者 靠這種方法來賺錢 職仔今次對這個角色的演藝 非常全神 為了角色減磅20磅 每次去到片場開工 職仔都在步行 或者跑步乘機減磅 從而將Louis 塑造成一位 衛球向上 而不擇手段的臥狼 更加堅持從來 在演繹上 眼都不眨 職仔這種演繹 會令大家想起他的成名作 死亡幻覺 Donnie Darko Louis 在故事裡 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青年人 每一個想法和動機 口中都會有一大套理論去支持 面對著 足以做到自己媽媽的電視主管 Lina 更加大膽向對方 展開追求 飾演的Lina 這個雲尼羅素 大家記得她就是 以前軍天炮 去做Mel Gibson的女朋友 今次復出 雖然已經連過六十個 但依然是風雲有傳的 過往 那十年 雲尼羅素 都很少我有演出 只是雷神有演出 像是有淡出的姿勢 但今次再度復出 加上她的丈夫 Dan Gilroy 首次執導 Dan Gilroy的哥哥 就是Tony Gilroy 也即是 六七年前 叫做 Michael Clayton 中文叫做 敵對同謀的導演 也是Tony當時的 首執導作品 兩兄弟 都已經年過五十 才有第一套自己執導的作品 而且兩部都是佳作 證明 想做導演的朋友 是無需急在一時 只要有好的劇本 台前幕後 所以解鞋文選 和自己準備功夫 都可以達成電影夢 所以 電影夢 要達成無分先頭 其實說回這部電影 為了製造新聞而谷收視 其實38年前 士尼羅姆 有一套叫做 The Network 中文叫做 《電視台風雲》 《電視台風雲》 都是圍繞這個主題 最忌的猶身 就是九十年代 香港有一份報紙 很轟動 就是為了谷消量 出錢請新聞人物去召妓 而谷消量 以2014年的今日 依然有電影用這個題材 而且拍出佳作 究竟傳媒工作者的 道德底線是要畫得多低呢 是不是為了消量 而做一些 好像片中Louis草姦人名 滅絕人性為了向上爬 幾十年了 雖然時代不斷變遷 但似乎人性也變得更加醜陋 電影狂熱 主持及讚稿 陳子斌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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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